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歡迎收看1月21號的 就是娛樂 我是儀佩 我們趕快來關心 今天有哪些娛樂的大事情 首先來看到就是新生代的 大炮一哥 炎雅倫 他最近發言都非常的猛烈 炮火很猛烈 他為了台灣演員的權益 還有台灣戲劇的品質 跟電視台槓上了 之前他曾經公開發言 還有在他的臉書都有批評過 炮火很猛烈 但是現在電視台說 可能揚言要提告 但是炎雅倫不改他的大炮性格 他說要提告 我沒在怕唷 所以要許願啊 世界和平 希望 希望我的魚顏文可以晚一點再出來 哈哈哈哈 心情很平靜 對 怎麼說 因為今天我們就是走一個 casual的場合 然後也希望就是這個場合 不要花太多的錢 所有的東西都是跟地球環保有關係 然後今天的椅子呢 跟便當盒呢 你只要買了票 這個椅子跟便當盒都可以帶回家 然後這個都是環保材質 所以他過了幾年之後 他就會自己分解 然後你就坐一坐 然後就不見了 哈哈哈哈 炎雅倫近期對於台灣的戲劇環境 提出許多批評與建議 引起電視高層不滿 甚至揚言要提告 不過我們言聲也沒在怕啦 我如果怕的話 我當初就不會講啦 這是一個矛盾的事 對啊 所以我講了我就知道 因為我的出發點就是 真的是希望 大家可以振作啦 對啊 要不然我講那麼多幹嘛 我也知道這些話 也許對一些我們 跟電視台高層的友誼 也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但是就像我說的 有知有量有多聞 我一直都是用這個方式 去對待我身邊打拚的夥伴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上來大膽直言的炎雅倫 對於時事勇於表達個人看法 也讓許多粉絲想問 當時要酸中痛 我年齡就不到齁 之後啊 要修法是不是 之後啦 那我們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再說再說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的就是范冰冰 范爺 以及我們的馮小剛導演 他們兩個合拍了芯片 新電影在大陸上映 才短短三天而已 你知道票房是多少數字嗎 我看到真的有點嚇到 9.2億台幣 9.2億你沒有聽錯 而且范冰冰 為了要宣傳新片 還一直不斷的在跑通告 跑行程在宣傳 但是卻沒有看到她的男朋友 李承隨時左右 大家都問說 李承到底要跑去哪裡 李承竟然說 她要跟村姑去看電影 該不會這村姑是小三吧 馮小剛導演的新電影 《我不是潘金蓮》 18號在北京上映 雖然沒有得到主流 冤線的支持 但是馮導帶領主演們 請跑宣傳 還會當范冰冰 老冬家舉辦首映會 目前在上映三天 就創下9.2億台幣的好票房 我希望今天來看 有潘金蓮的朋友 也能夠在華宜電影會 這麼好的這個 況影環境裡享受這部電影 感想就是還是很暖 包括小剛導演 我們12年前有工作 然後我以前也是 華宜簽約的演員 雖然出來做了自己的工作室 但是不管是任何情況 只要華宜兄弟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我都會在第一時間 出現到他們的面前 除了主演們賣力跑宣傳 女主角范冰冰的貼心男友李承 也是幫忙炒話題的小幫手 而且李承在微博上曬出一張 范爺在戲裡扮演的村姑照 還會說有個大姐 非要找我拍照 讓范冰冰氣的PO出李承 戴著怪帽子發呆的醜照反擊 但是李承最後還是約了這位大姐 晚上一起看電影吧 兩人隔空放閃超甜蜜 也讓網友直呼 有本事就結婚啊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我真的很想跟他們兩個嗆說 你有本事就結婚啊 我本來以為說村姑是小三 沒想到說真的是閃到不行 真的很想要戴墨鏡 好啦 再來看到的就是男性雜誌 票選出今年最風格的男人 由台灣巨炮陳金鋒 大人哥陳柏林 還有最近走出呼麻風波 到底他什麼時候可以跟麻這個字 可以脫離關係的柯震東 他們三個人 然後這當中最MAN的 當然就是陳金鋒風哥 大家都知道風哥在球場上 可是叱咋風雲 但是不曉得他來到時尚圈 是不是依舊非常帥呢 台灣巨炮陳金鋒 與藝人陳柏林 柯震東18號出席 男性雜誌頒獎典禮 雙鋒為年度風格男人的他們 對自己的心動只能說千倍千倍再千倍 我覺得啦 我自己就是把事情做好這樣子 然後盡我最大能力把它做到完美這樣子 我並不會把自己歸類啊 有彈性一點 就並不是一昧的成熟或一昧的幼稚 而我覺得是遊走在 男孩跟男人之間的感覺吧 正在前進的男人嘛 對 畢竟之前往後退了一大步 所以現在就能力道很輕鬆 號說十五年前的11月18號 在棒球時尚 可是球迷們心中很重要的賽事喔 不知道雜門巨炮風哥有什麼感想 想不到他只瘋但於輕的說 就多了十五歲啊 日顯提到想對戰 日本小鮮肉投手大鼓翔平 他則表示那只是粗鼻的問題啦 就多了十五歲 對啊 也忘記今天是比賽的時候 是你剛剛講我才知道 沒有 那是演講一些趣味的問題而已 就要看年輕人跟他的對戰 也不是我跟他們的對戰這樣 這講是一種肯定啦 那對全民來講 他們心中有一些想法 對我的感覺 是在他們心中 早就有存在的東西了 想必大家也很好奇男生們的感情觀 小東東說自己在愛情裡是個大男人 對於結婚大人哥則說還在期待著 我比較屬於大男人的一個 所以我不知道 就看女生喜歡你 我喜不喜歡大男人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我覺得這是一個階段的事情嘛 然後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那個階段 不過我覺得可能它是一個 會發生的必然性 不過我還是在期待著這樣子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陳柏玲好帥喔 沒有 這是我自己個人 對稱職新聞的評價 好啦 身為藝人 其實多多草草都要有一些技能 像是拍照啊 因為但是每個藝人 大部分的拍照技巧 都大概只停留在自拍啊 然後修片 把圖 把腿拉長一點啊 然後把胸部變大一點之類的 但是大陸有一位歌手周筆唱 他的唱片不但賣得很好 而且他最近舉辦了攝影展喔 所以呢 如果我辦攝影展的話 應該都是一些分享一些食物啊 跟一些衣服的照片 如果我辦攝影展 你們會來看嗎 大陸女歌手周筆唱 2005年參加選秀節目 獲得全國亞軍出道 十年來的歌唱表現亮眼 他也非常熱心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 但他的才華不只這樣而已喔 原本就對攝影和旅遊 很有興趣的周筆唱 拍照拍到錯個比賽 今年還獲得了 美國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 頒發的華夏點藏獎 18號他在北京 舉行了個人攝影作品展 但是經常一個人拍攝的他 也曾經抱怨 因為設備太重想要放棄 其實挺重的 真的因為 就上一次然後去旅行的時候 自己真的也是飛著 一個大的攝影包 然後再加一些外加的器材 我那一次已經飛得 我自己有點發脾氣了 對 就想說 我以後再也不要飛那麼重的東西 Bibi其實這個問題好解決 總的也喜歡拍照的辦就好了嘛 但是抱怨歸抱怨 周筆唱還是願意為了自己的興趣 上山下海 三年來累積了上萬張作品 讓他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本身也是那種 空閒了有時間 然後就會要出去 有一個理由 或者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就會拿起相機 然後去用相機記錄 然後我看到的一些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看我手上拿著一根紅蘿蔔 不要以為你轉錯台了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的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以紅蘿蔔為主題 因為看到紅蘿蔔 不僅我很害怕 小朋友是小朋友的天敵 很少會有小朋友喜歡吃紅蘿蔔 但是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要教大家 用這個人人討厭 我自己也很討厭的紅蘿蔔 做出小朋友很喜歡吃的料理 把紅蘿蔔藏起來 或是把它變一個味道 小朋友就會很喜歡 我們今天請到幾位 藝人要跟大家PK分享一下 首先請到的是我們的姿佑姐 姿佑好 大家好 好 然後再來看到的就是我們 寶寶現在還不滿一歲的一路 哈囉 姿佑好 哈囉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營養師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小時候也不敢吃紅蘿蔔 但長大之後就敢吃了 會不會有營養師自己在介紹說 紅蘿蔔多好又多好 那自己回家都不吃的 如果不敢吃的食物 盡量都講得比較少一點 難怪你滿少講紅蘿蔔的 但這個我還滿喜歡吃 長大之後還滿喜歡吃的 對 所以姿佑姐妳的小孩 現在算是比較大了 還滿大 但小時候他們喜歡吃紅蘿蔔嗎 喜歡 我通常給他們的一個食物 我都是先讓它適應那個味道 然後才讓它看到本人 妳是紅蘿蔔的味道 沒有辦法適應有一個臭味 妳要想辦法把它壓過去 然後讓它慢慢的 一點淡淡的開始適應 我覺得媽媽大家都很緊張 而且就會很急你知道嗎 都比如說切整塊的 然後那水煮就讓她拿著咬 小時候我爸爸都借而已 真的嗎 所以妳就會很討厭她 我媽也是告訴我說 什麼紅蘿蔔多好吃 什麼對眼睛多好 還沒精細 然後兔子都吃 所以妳們要跟兔子一樣 為什麼人就人 為什麼要跟兔子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跟兔子一樣 對 所以妳就是因為 運用這樣的方法 讓人家小孩 一開始接觸紅蘿蔔就喜歡 對 妳今天要跟以路PK 妳先幫我們預告一下 妳今天要PK的菜單是什麼 我用的就是玉米小丸子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紅蘿蔔 有啦 而且紅蘿蔔就在無形當中 無形這麼一口都有 心理戰 心理戰 就先把紅蘿蔔 這三個字拿掉 以路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我今天要做的是 焗披薩吐司 也沒有紅蘿蔔三個字 兩位都是有準備的 好 究竟要怎麼樣把小朋友 頭號天秤 最不喜歡吃的紅蘿蔔 今天看我們的節目 就可以讓小朋友喜愛紅蘿蔔 我們廣告之後要來PK囉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Live直播現場 現在我們有好康正片 要送給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大家可以上網到我們的 FB的粉絲團 我們要送給大家 鋼鐵英雄的特應會的門票 剛剛現場已經有很多人說想看了 所以大家也趕快可以去參加一下 11月25號 24號晚上7點的 鋼鐵英雄的門票 所以請大家可以踴躍上 我們的粉絲團上面有參加辦法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鋼鐵英雄要強要快 好 接下來我們今天就是娛樂 就是要聊跟小朋友息息相關的 眼睛的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小朋友 眼睛問題真的很多 前兩天週末的時候 其實我去逛了一家賣場 然後在賣場的時候我看到非常驚人的景象 因為那是一家服飾的賣場 結果爸爸媽媽進去都逛服飾店 一大堆小朋友坐在門口 全部都拿平板電腦 還有手機在那邊看 然後我還曾經在現場 活生生的看到兩個小朋友 因為在玩遊戲玩得太入迷 爸媽說逛完了要走了 還在現場就是拉扯一直哭 我想現在這樣子的畫面 應該在你家也層出不窮 一直在發生 你知道嗎 現在小朋友的視力 真的是有夠插到一個境界 你知道教育部其實有做一個統計調查 從國小一年級到國一 原本國小一年級入選的時候 就幫大家測試了一下 近視還有視力不良率只有26% 沒想到到國一 也就是說念了6年的書之後 你知道近視跟眼睛不好的人 高達69% 將近70% 所以如果是像現在的情況 你們在就是身邊周遭的父母 是不是有發現說 很早就給小朋友用這些3C產品 非常早 很早吧 而且 小朋友都兩三歲 因為譬如說我們一起 一些媽媽們出來喝咖啡 有的男生又特別皮 然後可能兩三歲 我就看到他媽媽就會丟iPad給他 就在那邊聽音樂 然後自己在那邊花 可是我又覺得這樣好嗎 可是它的確就是一個很 就會變很安靜 很安靜 省時的方法 對 但是如果小朋友太早 接觸這些3C產品 也難怪說他們眼睛會越來越不好 但是為什麼 以前我們不是說什麼 看電視不要看太近 因為電視會有什麼什麼的 會眼睛不好 為什麼現在平板跟手機更嚴重 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平板3C產品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光 其實是藍光 所以很多媽媽 其實他們在幫小朋友 就是給他看 以前都是餵食物 現在都是餵手機 對 然後你就看 你就看他們那個螢幕 都調得很亮 事實上這個藍光的 其實它的強度是很強的 有時候甚至於國小 剛剛提到國小的近視比例 一下子跑得這麼快 是因為很多小朋友晚上 其實有時候都那種燈光打暗了 以前都在看漫畫書 現在都是在看什麼 都是在看藍光的手機或是平板 相對在很暗的情況之下 你的手機又轉得這麼的亮 其實會影響到 裡面會產生的藍光 會傷害到我們眼睛的視網膜 這視網膜會產生自由機 所以其實久而久之 可能跟視力的影響有關 甚至於有的人可能會跟小朋友 常常揉眼睛乾眼症 還有就是甚至於有些藍光 會影響到小朋友頭痛 所以有時候小朋友會 所以藍光會影響到頭痛 對 所以小朋友說抱怨說 他頭痛其實他不是疏度太多 可能是玩得太多 頭痛 不是 頭痛就是不想去學校的意思 對 之類的 所以看晚上是不是偷偷的 都是開手機或是平板 然後在很暗的燈光下去看 我有疑問 如果這樣相較之下 看電視是比看手機好一點點嗎 電視有藍光嗎 其實是在於第一個 你如果看平板手機 你要把那個暗度調稍微柔和一點 然後第二個其實 不管是電視或平板 其實都在於時間的問題 還有所謂的距離的問題 時間上我們盡量就是控制在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看50分鐘 你還是要休息個10分鐘到15分鐘 其實還是要抓 如果小小孩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看半個小時 其實就要休息10分鐘 既然我們講說小朋友眼睛不好 以前爸媽也都跟我們講說什麼 要多吃紅蘿蔔 因為吃紅蘿蔔就可以跟兔子一樣 眼睛很亮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是說爸媽就只是想要 比我們吃紅蘿蔔 想出來的一套說詞 好 其實這句話是真的 爸媽的智慧還是真的 因為其實在所有的蔬菜裡面 紅蘿蔔它是屬於 所謂的Beta胡蘿蔔素 還有維生素A最高的蔬菜 最高的 最高的 幾乎是第一名 這個維生素A 還有Beta胡蘿蔔素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眼睛視網膜 最主要的一個營養素 它除了說幫助眼睛 不要讓它有乾眼 然後預防所謂的一個 避免早期的一個 近視的部分之外 它其實最主要還有很多功能 包括因為維生素A 其實它是我們細胞膜 最主要的營養成分 所以它可以提升免疫力 然後避免小朋友上呼吸道的感染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有一些皮膚病的 有些皮膚病的小朋友 其實他如果皮膚容易脫皮什麼 其實我們也會建議 他吃一點紅蘿蔔 真的嗎 所以皮膚如果是容易脫皮的 也是缺乏維生素A跟E 免疫系統不好 免疫系統不好的 對 我們會建議吃紅蘿蔔 所以紅蘿蔔對我們來講 太重要了吧 是 可是我們就很討厭 但是它吃法上也要注意 有吃法的差別嗎 剛剛提到就是說 有的是用啃的對不對 對 但是因為如果你要吃到 剛剛提到BETA胡蘿蔔素的話 其實它要用一點油去炒 然後用油炒 才可以把胡蘿蔔素給增加吸收 然後或者是你跟肉一起煮 但是因為它本身是屬於 剛剛講到維生素會很高的 如果每天吃每天吃 你會發現小朋友的手 會黃還有臉 對 都會黃黃的 所以就是吃什麼顏色的食物 就會變成那個顏色 對 所以 難怪有的 不是 我不要再吃青椒 會變青色的 BETA胡蘿蔔素高的 其實就會變成比較偏黃紅的 所以如果是BETA胡蘿蔔素 剛剛提到是紅蘿蔔之外 南瓜是不是也是 南瓜 玉米 地瓜 地瓜 還有一個夏天的水果 你只要連續吃一個禮拜 你會發現你連大人 芒果 芒果 所以芒果吃了會變黃黃的 對 如果連續一直吃的話 其實就會變黃黃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紅蘿蔔到底多久吃一次 其實針對小朋友的話 我們大概建議 就是兩到三天吃一次 每一次就把它當 因為它是蔬菜 所以每一次其實一天的量 可以達到半碗的量 熟的話煮起來半碗的量 如果你要換算克數的話 大概100克左右 其實不多 半碗量差不多 我愛吃的人覺得一克都很多 對啊 但是以前我們都會建議 就把它弄成那個 比如說加一點柑橘類的水果 把它打成果汁 那它這樣其實味道就會蓋掉 這也是個好辦法 了解 好 今天我們當然講到 姿佑姐跟以路 兩個要來PK 怎麼樣把紅蘿蔔隱藏起來 然後變成讓小朋友喜歡 待會廣告之後 首先要上場就是姿佑姐對不對 好 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 不是櫻桃小丸子 我們待會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姿佑姐帶來的 玉米小丸子 廣告之後 一起來嘗嘗 好 我們今天在就緒樂的節目當中 要把小朋友最討厭的天敵紅蘿蔔 變成好吃的食物 然後我們今天節目的最後 來評比的不是我 也不是營養師 而是我們三位可愛的小朋友 會登場幫我們當評審 所以姿佑姐待會要好好好 好殘忍喔 上見真章 不是 但我覺得你很聰明 因為你今天的那個料理 完全把紅蘿蔔 這三個字把它拿掉 一定要 不能讓他知道 我有放紅蘿蔔在裡面 但我是很想要 就是希望觀眾朋友 可以跟你學一學 因為聽說你們家小孩 很愛吃紅蘿蔔 我們家小孩沒有什麼挑食的 他青椒洋蔥什麼都吃 對 那到底你一開始 要怎麼讓他們接受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就有講 不要讓他看到本人 所以像今天來講 我覺得媽媽家裡 一定要有這個 像這個紅蘿蔔 其實是我今天中情的紅蘿蔔 它是半根 對 半根了 然後其實很簡單 你先把它磨泥 就把它磨成泥 對 但是很多媽媽都小時候 都會覺得這樣磨成泥 就會給小孩吃 你知道嗎 這個不行 這太臭了 可是你去超級市場 你會買到那種Baby food的 有整罐的 就是蘿蔔泥 有賣這種東西 有 真的令人討厭 而且很貴 真的假的 然後媽媽都會覺得說 餵它一口 那小孩就這樣 然後就很臭的臉 所以你千萬不要讓你女兒吃那個 所以你磨成泥之後 你還是有做別的處理對不對 磨成泥之後 你就會讓它看不到它的本人 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 我這樣把它磨完之後 其實很快 把它磨完之後 你就買一些絞肉 我覺得豬絞肉在媽媽來講 對小孩子是很好 很好咬的東西 而且大部分小朋友 都很愛吃蒸絞肉之類的東西 對肉來講都喜歡 對不對 你看我就把它磨成泥之後 就這樣 其實它磨下來的泥也沒有很多 就是這樣子 其實OK的 這個份量是夠的 所以你今天準備了什麼食材 除了我們今天的主角紅蘿蔔之外 紅蘿蔔 還有一點豬絞肉 因為絞肉我覺得 對媽媽來講 我不管幾歲的小孩 他都很好入口 他也咬得動 還有一顆蛋 蛋很重要 那還有玉米 小朋友最愛吃玉米了 玉米罐頭 超好吃的 而且它很多的味道 都可以把它帶走 對 那我就是可以被騙 祕密武器是玉米罐頭 對 去玉米罐頭就很簡單 那妳看到沒有 絞肉完了 妳就是把這個倒進去就好了 它跟肉一融合之後 妳其實就看不到它的本人了 你知道嗎 對 而且重點是 肉跟紅蘿蔔混在一起之後的顏色 然後待會兒再做處理之後 感覺其實看不太處 看不到 當然是老的辣 然後還有就是家裡 一定都有的香菇 然後一個蒜頭跟蔥 因為我覺得 很多的味道讓小孩習慣之後 他就會吃不到那個味道 小朋友到底喜不喜歡香菇 小朋友喜歡的是有 就像焗烤香菇類的 對 就是有一點那種 帶起司 焗烤香菇的 對 但小朋友應該沒有很喜歡 香菇本部的味道 但是他也不會排斥 但是因為香菇本身 它很適合小朋友的事 尤其是適合那一種 不吃蔬菜 然後容易便祕的小朋友 他反而把它加到那個 剛剛等一下要做那個球 肉丸裡面 它是所有蔬菜裡面的纖維 算是高纖維 跟一般蔬菜來比 它是一般蔬菜的三倍以上 香菇感覺不出 對 纖維很高 完全不覺得香菇是纖維很高 感覺應該是那種 圓形的蔬菜看起來纖維色的 或是那種吃很多的生菜 才會纖維很高 事實上菇類都是纖維很高 尤其是香菇 香菇本身它具有維生素D 還有多糖體 維生素D 尤其是乾香菇 其實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你知道D幫助鈣的吸收 所以很不適合小朋友 成長發育需要 尤其是現在小朋友 幾乎曬不到什麼陽光 你看一整天都在念書 晚上在看平板的 幾乎都沒有在外面曬太陽 所以需要補充維生素D 還有免疫力現在也不好 所以其他裡面有多糖體 其實可以幫助小朋友提升免疫力 那如果乾香菇跟鮮香菇的話 你會比較推薦哪一個 如果你是屬於就是 比如說大一點的小朋友 他沒有曬到太陽的 然後他是成長發育期的小朋友 要長高 我推薦的是乾香菇 要長高的 如果是小兒童的這一種 他比較挑水一點的 但是他可能腸胃蠕動不好 或是那種很瘦的小朋友 那我們建議就是給絲香菇 因為它的口感也比較好 然後也可以幫助腸道的蠕動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乾香菇的話就把它泡軟之後 然後把它切成這樣小小的丁 切碎一點 切碎一點 對 其實像如果小孩比較小的話 他一歲多兩歲的話 我就建議把它這樣做得很碎很碎 像這樣的今天的這種東西 大概幼稚園的都OK 因為其實再大一點 媽媽一定要記得 再大一點小孩 再來又給他吃點有口感的東西 不能都是糊類的 其實是不好的 是不是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 因為我有看到有一些媽媽 喜歡把食物撿得很碎 或是倒得很像泥一樣 到底適不適合 其實現在有一些小朋友 飛快的連粥都不用吃了 剛剛其實宇露跟我分享 他的小朋友 他是其實就是吃顆粒了 真的喔 那很棒 我跟他說他小朋友很棒 因為現在小朋友 如果說你起早去適應 所謂的咀嚼這件事情 你咀嚼好的話 相對你的語言發展能力是好的 以後可能會當主播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的口齒是清晰的 我媽媽小時候都給我整根香菇 妳小時候都吃什麼 直接給我整根紅蘿蔔 對 沒吃過粥這樣子 這怎麼弄 剛剛把那個 香菇切丁有沒有 切碎 然後我把蔥跟蒜也切碎 然後我就把它加在絞肉裡面 你加蔥跟蒜的原因是因為 想要把它蓋過紅蘿蔔的味道嗎 還是說要提別的味 要提 因為肉會有一些 肉的一個燒味 然後有點蒜跟蔥 其實蒜跟蔥對身體也是非常好 就是對小孩身體好的 我通常把它加在裡面你知道嗎 小朋友適合吃蔥跟蒜嗎 其實很適合 如果敢吃的話蔥 薑 蒜 或是那種大的青蔥這一種 其實尤其是在現在秋冬季節 小朋友容易感冒的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吃 好重要 小朋友吃大青蔥合理嗎 你就看一個很小的小孩 然後在裡面養那個青蔥 不行 看那個餅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你們是講不行 我小時候我爸爸都這樣對我做過 對啊 跟我們山東人叫我在餐桌面前 拿了一個大蔥 大蔥直接在那邊啃 醬像話 對啊 超不OK的 對啊 超不OK的 而且會很嗆 然後我這整道料理 我只加一樣東西 就是一點點醬油膏 只有醬油膏 加一點醬油膏 我沒有加很鹹 因為我覺得這有時候 像我有時候做起來放在冰箱 有時候早餐我就蒸個兩顆 當早餐也OK 然後四 五點當點心也OK 那你就把它攪一攪 就很簡單 你就把它攪在一起啊 蛋什麼時候要加 差不多 我先把它攪碎之後再加蛋 因為其實蛋 我只是要讓它有肉的韌度 然後加一點蛋黃 整顆喔 我是都會加全蛋 然後這個時候我的手就會出現 一定要進去捏它 直接用糗糗的 對 一定要去捏它 它那個肉才會出筋 我今天買的絞肉是比較細的肉 對 是細絞肉 其實媽媽如果說買粗一點的絞肉 其實也是OK的 好香喔 它香味已經飄出來了 然後這個時候 一定要放一個東西叫做太白粉 量大概多少 其實太白粉看你們喜歡 像我都沒有要讓它很乾 對 因為你越乾 你太白粉越多 它其實就會越潤空 就是比較軟一點 而且可以稍微 小朋友要吃可以稍微選肉 稍微帶一點油脂的 對 因為小朋友第一個 它有油脂它香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今天只有姐很聰明 他用肉裡面的油 去把所謂的紅蘿蔔裡面 最重要的β胡蘿蔔素 把它的吸收率帶起來 所以其實小朋友 在成長發育的過程當中 也不建議吃太鹹的對不對 因為現在小朋友很多 什麼漢堡 炸雞都很鹹 是不是不太適合 太鹹的話其實含納量高 容易讓鈣質的流失很快 所以其實反而影響到 小朋友的生長發育 了解 甚至於太鹹的 其實小朋友有容易高血壓 只有姐 妳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抹香油 盤子上一定要抹香油 盤子上要抹香油 因為等一下我們做好的成品 你看拿去蒸的時候 它就不會黏在盤子上 而且又有香油的香氣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把它抓 抓 抓成一個 你喜歡的大小 玉米就像是 就是鋪上去的那種感覺 對 就把它鋪上去 人家是裹麵包粉 它是裹玉米 但是小姐做這個可以當一餐用 因為它剛好玉米是高鮮的澱粉 然後它又有肉類蛋白質 然後又有蔬菜紅蘿蔔 所以其實如果像小朋友的 下午三點的點心 其實如果你要均衡 這個叫均衡的概念 就是有三種元素在裡面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 適合小朋友在晚餐當主食嗎 其實也可以 他如果晚上當主食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配個魚湯或雞湯 其實它就夠了 然後燙個青菜 像我兒子昨天帶便當 我也是給他帶了兩坨 我覺得姿佑姐太聰明 你看一下他剛剛捏了兩個丸子 你這個可以看得到紅蘿蔔 我隨便你 沒有 對不對 你看不到他本人 根本就看不到紅蘿蔔 根本就已經 就是隱身在裡面了 對 而且你每一口 幾乎都會吃到紅蘿蔔 我可能吃不到 好 姿佑姐在捏的同時 其實我們現場已經剛剛 在開錄之前 我們已經有蒸好成品了對不對 我們秀給大家看 好香喔 這個太厲害了 我們的成品就長這樣子 你蒸好就可以直接吃了 對啊 這看起來實在令人實質大動 而且重點是 小朋友根本看不出 有紅蘿蔔在裡面 你就跟他說這個是玉米小丸子 小丸子 其實殊不知根本就是 玉米紅蘿蔔小丸子 不要這樣 其實媽媽 你如果把它壓扁 壓扁變成漢堡牌 夾在麵包裡面 不會有人發現 對 你看我如果把它弄扁扁 拿去蒸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弄成漢堡牌的話 你紅蘿蔔可以放更多 因為小朋友都只會在意 外面那兩層麵包 是不是 還有蛋 其實是玉米 玉米紅蘿蔔漢堡牌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 以路姐要來PK囉 好 剛剛看完了姿佑姐的 玉米小丸子 連我都想吃了 我都不是小朋友 都想吃 但以路今天要帶來什麼來PK 我要帶來的是 焗烤披薩吐司 這個聽起來也很厲害 因為小朋友聽到 炸雞漢堡PIZZA 無敵了 對 小朋友超愛吃PIZZA的 但是你要在PIZZA裡面 偷偷加紅蘿蔔進去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就是 在那個土質上面 然後把所有的材料 蓋在上面 然後起司一鋪上去的時候 什麼都看不到 他們就會直接先大口一樣 所以剛剛姿佑姐是說 玉米一裹上去 什麼都看不到 你是說起司一鋪上去 所以其實這道菜 正確的名字叫 焗烤起司 紅蘿蔔吐司 聽起來好恐怖喔 好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哪些呢 其實有厚片吐司 是的 一片還兩片 看你就是看小朋友的食料 通常可以先準備一片就夠了 紅蘿蔔有半根 對 對不對 然後馬鈴薯 馬鈴薯半顆 然後羊菇就是那種 白菇 白色的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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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朵 然後花椰菜 還有 五朵 然後水煮的鮪魚罐頭 四分之一罐跟起司絲 好的 那為什麼鮪魚是小朋友 鮪魚小朋友到底愛不愛 小朋友滿愛鮪魚的 因為第一個 因為它如果是用方便的 那種鮪魚罐頭的話 那它有油漬跟水漬的差別 為什麼要選水煮的 對 今天特別要選擇是 一路選擇是水漬的 而且現在有賣那種水漬無鹽的 水漬無鹽就是我們這種 減肥才吃 小朋友適合嗎 其實水漬不代表它裡面沒有油 其實它本身鮪魚就有油 然後它的油脂是一般的 油漬的鮪魚稍微再少一半 所以相對對小朋友來講 第一個有油脂但是不會過量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味道會比較淡一點 確實它就比較不會那麼鹹 對 所以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它是很適合的 因為起司本身已經有鹹味了 因為有一些鹽了 所以我們其他的東西 盡量是少鹽少油 那鮪魚就是有很多DHA吧 它其實就是我們在講的深海魚 所以裡面的DHA EPA都很高 所以對小朋友自力發展 還有對剛剛眼睛 眼睛其實也有幫助 所以它也有加乘的效果對不對 好 那以路要做的做法 聽說是感覺跟義大利式的 棺材板有點像 其實就是義大利式的棺材板 義大利式棺材板 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東西 因為看到那個成品 其實跟棺材板有點像 但小朋友應該聽不懂棺材 他們不懂是什麼東西 就跟他們說是披薩就好了好不好 對 你跟義大利朋友講的話 他們也會嚇一跳 義大利朋友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首先就先把吐司 稍微就是拿刀 稍微畫一下那個餡 然後就拿那個湯匙 稍微把它壓一壓 這就棺材板了 是 很堅持到它擋棺材 小小方方的棺材板 好的 壓一壓 它壓下去之後 好的 就先放在這個上面 對 這其實滿容易 因為如果你要做披薩 一般你還要擀麵糰 所以你用厚片吐司 就可以取代麵糰對不對 對 非常省事 我們所有的食材 其實你可以選擇水煮 或者是用蒸的 我覺得蒸的比較好 因為營養會比較保留在裡面 了解 然後我們要水煮或蒸之前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比較大塊 放在鍋裡面 電鍋或者是煮的鍋子裡面 因為比較大塊的話 像這樣子的大小 好可怕 最後的時候再把它切成 切成這麼小的丁的話 它的甜分比較會在這個 了解 你像切很小塊去水煮的話 它的甜分都會在水裡面 都流失掉了 對 而且如果說 你馬鈴薯切很小塊 再下去蒸 你起來可能會變糊糊的 對 了解 好 所以就是切大塊 然後下 其實都可以一起丟進去蒸 對 其實全部都可以 一起丟進去 這叫非常省時神力 非常適合做起 懶惰的媽媽 那我們就把起司 先鋪在下面一點點 好的 一開始就有一小小層的起司 起司對於小朋友 是可以補充的東西嗎 它主要是 它是歸類在乳製品 就是它跟喝牛奶 其實是一樣的 兩片起司大概就是等於 一杯牛奶250cc的一個量 其實是這樣換算的 對 但是因為起司 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有分顏色深一點的 跟淺一點的 媽媽去買的時候 要買顏色淺一點的 上面有寫D紫 然後D納的 這種就適合小朋友 所以鹽分不要太高 因為鹽分太高 也影響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蓋的吸收 了解 好的 胡蘿蔔登場了 因為大家比較怕紅蘿蔔 所以 先蓋在最下層 蓋在最下層 這很空白耶 等一下其他東西 就立刻再趕快鋪上去 我怎麼覺得這道菜 是不是有設計 我真的不喜歡這種蘿蔔 然後可以放一點點玉米 讓它有一點玉米的甜味 玉米多一點啦 玉米多一點 它有鮪魚你不要怕 鮪魚會壓過它一些鮪魚 沒錯 先壓鮪魚 對 鮪魚先把紅蘿蔔蓋起來 整個蓋住 它就不可以住 你完全都看不到 吃到嘴裡都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呢 只是覺得好像是個蔬菜之類的 沒有 所以我覺得 剛剛姿佑姐講得非常有道理 我覺得一開始爸媽在對於小朋友 對紅蘿蔔的第一印象 其實是要建立好 紅蘿蔔其實沒那麼可怕 是因為我媽就整根給我吃 我就覺得它很臭很難吃 所以現在爸媽真的要學習 雖然說紅蘿蔔對小朋友很好 你可以用別的方式 先燉湯 對 媽媽喜歡喝那個湯 燉湯跟煮粥 讓他們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互相給一下好印象對不對 就會別的味道 會是主要的味道 就不會是只吃得到紅蘿蔔 紅蘿蔔都看不見了 對 哪裡有紅蘿蔔就把食材 往那個上面放 堵住它 好嗎 所以你就看不到了 還有一點馬鈴薯 這道看起來好吃 對啊 所以你完全看不到紅蘿蔔在哪裡 沒有紅蘿蔔這些事情 好嗎 是不是 你要請小朋友來幫忙的時候 你就先把紅蘿蔔鋪好之後 然後起司鋪上去都看不到 然後其他再請小朋友幫忙 對 就說你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殊不知我已經加了紅蘿蔔在裡面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起司就全部鋪上去 有些人會在上面加那種 番茄醬到底適不適合 如果是番茄 有的人會自己做番茄醬 像志偶姐妳應該會做 把番茄泥直接做成這樣 這樣子是比較OK的 但是我外面番茄醬 考慮到真的是鹽分過高的味道 因為外面番茄醬真的好鹹 但是我替番茄醬平板一下 其實後來有在國外發現 番茄醬其實貝太胡蘿蔔素也滿高的 但是它問題就是真的它太太鹹了 那個花椰菜對小朋友健康是不是也滿好 讓健康 它其實是成人跟小朋友都適合 而且它是抗癌第一名的蔬菜 現在大家5分鐘 每5分鐘台灣就有一個人罹患癌症 所以大家要多吃花椰菜 抗癌第一名 是的 好 已經完成了 這什麼東西根本就看不出來 裡面其實是 等於整個把它蓋住了 蓋上棉被一樣 什麼都看不到裡面的餡料是什麼 所以你說這是不是義式棺材版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成品之後 放到烤箱裡面烤多久時間 你可以選擇 因為家裡每個人烤 烤箱不太一樣 有大有小 所以你可以看烤箱的溫度 可能150到200 然後大概烤個20分鐘 15到20分鐘 然後因為其實它比較容易烤焦 所以媽媽可能你在烤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大烤箱的話 可能一次不見得只烤一塊 你可能放個4塊的話 所以要把它拿出來掉頭再放一次 稍微看一下 溫度會不均勻 我們就讓它掉一下 讓它均勻一下 了解 好 這個披薩 我們剛剛已經有烤完了 成品在這邊 這根本看不出來有紅蘿蔔 是的 小朋友看到這個會想要吃 但是這都不是我們 我們說的都不準 待會我們就請到了 三位小小美食家 到底是一路的披薩會獲勝 還是姿佑姐的玉米小丸子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揭曉 好的 我們就事娛樂在最後一個階段 當然就請到我們三位 小小美食家要幫大家來評斷 到底今天誰會獲勝 我要叫三位的名字囉 Ryan 是誰 你要右啊 Yeah 好 Jasmine Yeah 好大聲喔 Rachel 哇 三個都好大聲 好 那姿佑姐姐問你們喔 你看喔 對面有一個是 日米小丸子 來 拿起來 小丸子是那一個喔 好不好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披薩喔 焗披薩吐司喔 超好吃的 我先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那個 那個 Jasmine 那個小丸子跟披薩 你比較想吃哪一個 看起來 披薩 小朋友聽到披薩就無法抵擋 你想吃哪一個 披薩還是小丸子 披薩 披薩喔 Ryan喜歡吃哪一個 想要吃哪一個 披薩 唉唷 真的假的 果然你只要講到 披薩 漢堡 薯條 可樂 小朋友都很愛 好 很難講喔 那就請你們去吃吃看好不好 我們到這邊去吃吃看 來喔 來喔 來試吃看看 這次能夠先吃披薩嗎 好好好 先吃披薩好不好 我有玉米耶 我裡面也有玉米喔 我有肉 那先吃吃看披薩 這樣子OK嗎 拍得到嗎 好 先吃吃看 那個Ryan要不要吃吃看披薩好不好 你吃吃看披薩 快點 Ry你還想很久你知道嗎 他好乖喔 對 他超乖的 吃一口 好吃嗎 好吃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來來來 那個Rachel 超融化的 那你們要不要試一口 試一口我的玉米 你們站過來這裡 站過來這裡 不要等一下 你等一下就吃飽了 我怕你等一下就吃飽了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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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蘸過來一點點 好 蘸這樣子蘸這樣子蘸這樣子 Ry妳要不要吃個玉米 好 我怕妳的 那個Rachel覺得披薩好不好吃 好吃喔 好吃喔 真的喔 是妳的菜嗎 她只吃一口耶 妳覺得好吃嗎 她很認真在咀嚼跟食 好吃喔 好 那這個是三位小朋友都對披薩 感覺評價很高喔 好好好 先吃一口就好了 不然對於那個玉米小丸子不公平 她好給我面子喔 我們小丸子耶 我們吃吃看這個玉米小丸子 小丸子 這個小丸子喔 玉米一個小丸子 來 小丸子 小丸子吃吃看 來 我幫妳弄 好 妳吃一口 OK 媽咪 有沒有吃到玉米一顆一顆的 哇 還有絞肉耶 對不對 有沒有肉肉香香的 還有香菇呢 有吃到什麼 有吃到什麼 Jasmine好有 她吃得好認真 對 她什麼都好好吃喔 有玉米 然後還有什麼 有肉肉 有肉肉嗎 有 有肉肉 好吃嗎 好吃 那妳有吃到紅蘿蔔嗎 沒有 沒有啦 沒有紅蘿蔔 沒有紅蘿蔔 那那個 我覺得有 妳覺得有 沒有 那是妳剛剛披薩裡面的紅蘿蔔 沒有沒有 妳那也有 Rayan妳有吃到什麼 這個好不好吃 小丸子好吃嗎 好吃 好吃 那妳有吃到什麼 有紅蘿蔔嗎 有 有喔 怎麼可能 妳的紅蘿蔔在麵包裡吧 都已經藏這麼好了對不對 那個呢 Rachel妳喜歡哪一個 妳覺得這個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喔 其實三位小朋友都覺得這兩道都很好吃 但是接下來就是要投票時間喔 我們先把這個拿過去那邊 對啊 然後披薩留在這裡 你們覺得誰好吃 他們還在吃喔 他們好認真喔 那你們現在手上一個人都有一個娃娃對不對 一個人都有一個娃娃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進行投票囉 如果覺得披薩好吃的 就投給我 就把娃娃送給披薩 好不好 那如果覺得 如果覺得那個 小丸子好吃的 就把娃娃送給小丸子 對 好不好 都想好了嗎 想好了嗎 送給我 那Rachel先來 Rachel妳要投給誰 喔 給披薩一票 我好新給披薩 有一票就好 Jasmine妳要給誰 妳看那個那個也看起來很好吃欸 妳要給誰 披薩 耶 她有夠開心的 妳是不是也好開心喔 那妳呢 小孩全部都要吃披薩 真的假的啦 但是我很想要吃吃看那個小丸子 我想要吃吃看這個小丸子 明明丸子比較好吃 看起來都真的 大人來講 沒有 小孩子披薩 對他們講是比較有吸引力 沒有 我覺得丸子非常好吃 所以妳是大小孩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應該會很喜歡披薩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丸子是非常好吃 OK啦 就當點心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告訴小朋友 那個是棺材板 不是披薩 他們有可能會選你 所以名字很重要 我們完全去掉 蘿蔔 紅蘿蔔 跟棺材板 了解 好 那請問一下那個營養師 在這兩個混合在一起的食物 他們營養成分其實都很高對不對 對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紅蘿蔔 紅蘿蔔它需要有油脂 所以其實乙露 它今天用了起司裡面 其實也有油脂 對 然後另外它用了 鮪魚裡面的油脂 所以事實上它有乳製品 然後又有所謂的一個 鬥魚肉蛋類優質蛋白質 然後它又有馬鈴薯 馬鈴薯其實它是BG含量 滿高的一個就是澱粉類的東西 主要我覺得它優勝是在於說 小朋友很喜歡比較 現在小朋友比較喜歡吃西式化的口味 我覺得姿佑姐 妳的名字可以再西式化一點的話 我下次變漢堡 對 如果妳說漢堡肉 妳說漢堡肉小朋友就很喜歡 對 其實它那一道 是腺腺食纖維非常高的 只有姿佑姐那一道 因為它外面都是裹的玉米的部分 妳看他們三個都投給披薩 但是他們都把肉吃完了 對啊 有嗎 吃完了 她也不吃完了 每個都吃完了 對啊 所以其實他們是喜歡 誰叫他們 妳要讓小朋友兩個選一個 他們也只能選一個 不是 下次一定要先吃玉米 先吃我的丸子 我覺得我今天只是純粹名字 好聽就贏了 不是我做的問題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因為有時候爸爸媽媽早餐 不曉得說要準備什麼東西 給小朋友吃 如果是剛剛 以路做的那一道披薩的話 適不適合當早餐 其實這兩道都適合當早餐 不過如果是以方便來講的話 其實姿佑姐那道方便 因為她晚上 她就可以先把它做起來 隔天早餐她就用蒸的 那我覺得以路這一道 倒是可以當成 如果你六日你們有一些派對的話 一起吃 我覺得這一道出來之後 小朋友一定會瘋狂的愛上 妳有發現小朋友還是一直在吃嗎 好認真 那個 Rachel妳還要一個玉米的丸子嗎 不要了 可是妳吃完了耶 妳剛剛是不是都沒吃東西 還是妳把她的丸子吃掉的嗎 妳很餓嗎 不會 不會喔 可是妳剛剛披薩吃完 那妳丸子也吃完了 丸子再給妳一個好不好 好耶 所以其實丸子他們是喜歡的 對 但他們喜歡披薩的名字 對 然後Ryan呢 妳還要在 妳是不是食慾不好 妳還是心情不好 對 Ryan繼續吃啊 他害羞啦 要不要繼續吃 我們不要看他就吃了 好 那想要問一下姿佑姐跟以路 那妳們平常 如果說妳啊 因為姿佑姐小孩比較大了 那妳以前早餐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會準備什麼其他 我們家小孩的早餐 我們有時候冬天的話 我一定煮牛肉麵 然後煮一些濃湯 我好想當地女兒 沒有 而且我兒子小時候 從她的副食品 每一餐我都是自己做 所以我的小孩都不挑食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妳就煮一個 洋蔥 紅蘿蔔 馬鈴薯 我常常這樣燉一鍋放冰箱 然後妳有時候煮稀飯 或者煮麵條 它的營養素其實就很夠了 牛肉麵不難 妳就買那個牛肉的薄片 妳高湯把它滾了 然後妳把白麵條丟進去 薄片鋪上去一個蔥花下去 其實它熱騰騰 冬天這樣一喝去上學 它是不容易感冒的 對 因為現在又比較冬天 快到了 然後天氣會變得比較冷 有建議說 小朋友如果說要喝紅蘿蔔汁 到底可不可以 其實如果是紅蘿蔔的話 建議其實用燉的方式 就剛剛提到的 就是它可以用 現在白蘿蔔也甜 然後紅蘿蔔白的菜頭 然後加一點所謂辛香料 洋蔥或蒜 其實妳可以燉個 所謂的一個蔬菜湯 這是蔬菜湯當基底 你可以比如說 小朋友回來的時候 妳也可以吃裡面的料 因為膳食纖維也高 所以如果說妳真的小朋友 想要喝蔬果汁的話 其實剛剛提到 因為紅蘿蔔真的味道 有一點點比較怪的味道 所以其實柑橘類 尤其現在柳丁其實還滿多的 柳丁現在又甜 所以跟它混在一起 酸酸甜甜的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如果真的要燉湯的話 像日米排骨湯 然後裡面加白蘿蔔 白蘿蔔 白蘿蔔跟紅蘿蔔是不是也滿適合 其實白蘿蔔會更適合 但是如果妳可以紅蘿蔔切小塊一點 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吃進去 了解 最主要是 還有一個滿厲害的 就是把它煮成咖哩 對 咖哩一定很好 所以先把它打成泥的時候 它完全都看不到在咖哩醬裡面 是 味道可以蓋過去 可是只有姐 妳今天這個玉米小丸子剩太多了 不會啊 妳自己吃吃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 玉米小丸子 其實我昨天做了12顆 真的 我家昨天已經 我兒子都還帶了便當帶2顆 這個帶便當其實很OK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不然一路妳吃吃看 好 來 來 這個我剛剛吃過了 這個好了 好 你們兩個還需要嗎 太喜歡 太喜歡喔 她嘴巴很甜 妳喜歡可是妳投給披薩 對 很好 因為現在其實小朋友 不喜歡的食物很多 所以我們就事娛樂 就要教大家 如何把小朋友不喜歡的東西 變不見 或者是把它藏起來 我們今天主題是紅蘿蔔 我們明天 小朋友的第二道殺手就是甜椒 朋友的椒類都是殺手 甜椒 所有的椒類其實都是殺手 我們要教大家 要如何把甜椒 青椒 任何採椒把它變 讓小朋友會喜歡